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继续由年轻潮流的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 拉开乐宝玩转世界WhyNot 本节目由灵堂灵芝灵卡的元气森林气泡水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全新纯电轿跑比亚迪海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群民K歌 唱听节目歌曲 巅峰助燃 无限可能 造起来 比说唱 我们从来没在怕 网易云里都是真黑怕 下载网易云音乐 唱听最全说唱歌曲 顶级连载 全新升级 每周六晚六点 会员抢先看说唱高手强强对决 本周日晚18点 会员专享下班了巅峰对决 上微博搜索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和网友一起开造 本场的巅峰对决是 联盟生存战 联盟大乱斗 一比一 口奥赛 胜者将直接掠夺败着一条项链 就要开始了 要战斗了 兄弟们 打起来 我们一席之地要让三变六 所以不好意思 这是第六根 我想对所有的热歌星大说 还是尽量不要临时保护奖 他不是我的好兄弟 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 你是我的情敌 哈哈哈哈 跟最强的人对话 是我一直以来参加巅峰对决的目的 我这代表是胜利 帅 他煽动力太强了 太过瘾了 很多人会给我贴标签 然后说我是贴水冠军 不谢 这首歌对我的意义很重 兄弟 我爱流行花园 所以我需要一条链子 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挑战自己 我们的目标是拿下冠军 看来谁想夺冠 光明之前总是黑暗的浴火才能重生 根据本轮联盟生存战的规则 项链最少的联盟将就地解散 你们重备早起来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实力 干随便 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自知随便》 中国说唱 联崩对决 2023联盟大战的现场 我是联崩MC RATE 睡得好吗 哦 还好好好 又 又回来了 哥哥 哦 宝贝 酷 今天我是一个弟弟了 我已经没有斗志了 我来安慰一下你了 我现在是没 没事 没少男战士 你还有我们 好吧 我们会好好的 谢谢你 我听到你内心悲伤的音乐了 真的吗 我以为大家都听不见了 我听得见了 哎 这还能点餐了 这是点餐吗 嗨 哦 电话单啊 哎 你不要说啥事吗 啊 记住啊 有人打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 十点以后别找我 因为我睡了 接一下 不好意思 我接了 喂 喂 你好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你是谁 我们这边是健身房 健身房 这个要怎么个了解的方法呀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身房健身 你不认识吧 但不是 很遗憾 你是Tango Z吗 选我 好讨厌 你是流星花园 我是当年哥 这肯定是流星花园 流星花园就是你来 你听一下这谁的声音 你再说话 我们这边是健身房 什么 谁啊 这是谁的声音啊 谁啊 我也听不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上不认识啊 对啊 那应该不是 我来听 你们需要了解一下游泳健身吗 你唱一句你的流星 我就知道你吃不吃了 一先就拍个字 真的 对啊 我完全没听出来是他呀 我一句话你听出来了 说啥 他们一直在猜我是谁 说我是布瑞吉 说我是汤公队 说到底谁啊 你是不是流星花园煮的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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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感是一朵花 哎呦为我的妈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 哎呀 愿感是 我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觉不觉得娜娜其实都很爽 嗯 就是都好玩 好聊得很 很很轻松 感觉就很我们小跑猪的那种 对啊感觉 就是一个 you know 而且你们昨天我感觉也就是 很自然 我们都在同一个家 是啊是啊 各方面都很自然就 很舒服的一个演出 不是很舒服 蛮舒服 看得我蛮感动 哈哈哈 今天正式开始巅峰对决之前 有请特邀赛事组成员 万尼达文尼达带来巅峰助力歌曲 唯你何求 唯你何求 好 风雪 舍舍不在意 我知道你 寸步 不离 让握力 困惑会阻止我吧 makes me excited 你带我远离 这星风雪雨 maintaining 有力于山间 两话还沉溺中将 表写一片片 你的爱把我一点点包围 那我不是你 那我不是你 你以为我已背不自身 Can you stay with me tonight 以为我不曾如此辗转翻侧 I stuck behind this light Oh baby 还有谁会想你这般爱我 Give me all I wish 原谅我为你何求 你在我不和不眠不朽 他们企图多做我的一切 下榻里怎么会看见被烈 我再装得像他们一切 直到恶果分不清我的区别 只能光望 真像坦塌在高地 怎么这么轻薄的言语却依照致命 我感觉珍惜 感觉无法治愈 只能控制我的旅行 维持大脑秩序 只能控制我的旅行 维持大脑秩序 当你给我你的空 It light me up And everywhere you go I follow you And I always know you by my side You keep me away You keep me away from pain I 还有谁会想你这般爱我 Give me all I wish 原谅我为你何求 You keep me away from pain You keep me away from pain Oh baby 还有谁会想你这般爱我 Oh baby 还有谁会想你这般爱我 Give me all I wish 原谅我为你何求 你ή금 kind of Ruby mak策冬 你在我不怕不眠不舊 marriage, 오케이! 你猜我不怕不眠不朽 谢谢万尼达带来的精彩表演 尼达来吧 我们要两条项链换你 尼达 太棒了 太丢装了 直觉起来就是很好听 人歌一体 然后舞台很漂亮 对很漂亮 人也很漂亮 我当时看到她三年 她比较比较比较 现在她变成超人 你能看到她的信心 她的音准太准了 专业级别女神级别 又深又稳又准又狠 她简直就是 她简直就是万尼达 对 好的 那么尼达 目前的巅峰rapper们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联盟生存战 随时都会有团灭的风险 作为你是过来人的话 有什么样的经验想要分享给 其他的十九位巅峰rapper 其实我希望我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就可以放宽心 顺水推招 不要抓得太紧 也不要就是让自己太紧绷 就自然就好 对 反正项链也不是从你的脖子上 对啊 OK 感谢Vanita的分享 请Vanita回到我们的赛事解说席 谢谢各位 哈喽 哈喽 好工作 谢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巅峰赛事组成员 MC哈都热狗 好 我是巅峰赛事组成员 Guy 我是特邀赛事组成员 票宅饭 我是特邀赛事组成员 WanitaVanita 哈喽 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经过昨天的激战之后 五大联盟 以出战人员 代出战人员 还有目前的项链数分别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看 《众梦音乐》DMG 他们以出战成员是 盛宇 代出战成员是 他们项链数目前有四条 倒计式联盟呢 以出战人员是 代出战人员是 他们的项链数有三条 流星花园 出战的是法老 还没出战的成员是 小李 邓典果 M3J 他们的项链数也只剩三条 小跑猪联盟 昨天出战的成员是 欧阳靖 代出战成员是 Eso 李嘉隆 小春 他们项链数目前是 所有联盟最多的 有五条 一席之地 昨天出战的成员是 杨和苏 代出战成员是 黄旭 还有BABA 他们项链数有四条 因为昨天呢已经有五位 捲手已经出战过了 所以今天呢只有十四位 Rapper可以出战 嗯 那么本场的巅峰对决是 联盟生存战 第二轮联盟大乱斗 一为一 口奥赛 就要开始了 哦 要战斗了兄弟们 加油啊 大家 我就代表着胜利 写心起来 联盟大乱斗 一为一口奥赛规则 五大联盟每个联盟 各拥有一次口奥发起权 可以对任意一个联盟 发起口奥 共形成五组一为一的 对决关系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每个联盟 选择发起口奥的对象 没有任何的限制 允许每个联盟 多次被其他联盟口奥 根据每轮对战结果 胜者将直接掠夺 败者一条项链 最终五轮一为一口奥 结束以后 全场项链最小的联盟 将会就地解散 不要 好不容易挺到现在 放心吧 我们不会解散的 我是为别的团队叹息 会不会有比如说三个组 都只打一个组的情况 我们手上的筹码确实不太多 对 如果我们再输一根 然后所有人来攻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节节连败 然后我们就会被瓦解掉 不是一个什么坏事 是给我们一个动力 也去更正视对手 以及正视我们后面 想要去夺冠的这条路上 应该再继续做的准备 以及上上发条吧 经验这个问题 要分投铁的和投布铁的 因为一个投铁的 他根本不会在乎有什么战术 就是他会觉得 我可以战胜所有人 莽夫 他一定要上 就要输输这种 但是也有那种 就是讲究团队战术的 我其实觉得有可能 链子少的团队 会想战术多一点 对 因为他们后路很少 对 我们的solo策略 其实是 首先得先看我们的抽签顺序 如果我们抽签顺序 靠前的话 其实我可以出来靠 如果要靠后的话 那其实就随机应变了 我们的战术 其实想快点靠 看到人就打那种 然后早点给他弄好 这样别人就不会靠我们了 我们策略就是先拿链子 先挑对方 我们能够hold住的人 把链子拿过来 对 就不管他们的链子多少 对 我的靠策略就是我要靠 这个节目里我认为 数一数二的选手 来这个比赛跟最强的人对话 是我一直以来参加巅峰对决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根据抽签 决定五支联盟 发起call out的顺序 抽签 那这个真的看命了 是 我们希望抽到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的话 我们的就可以call的人 就会比较多一点 明白 是的 但大家肯定都跟我们想的一样 我们肯定抽到第一个最好 一号 一号 好 拖个二好不好 可以 二都可以 二是最保险的 给我个二 白错 我想抽最后一个 我就让别人家选我们 我们希望是可以抽到靠后一点 因为不后表演 胜率可以大一些 这也是我们这个比赛里 以往的一个大部分的经验 对 现在有请五位联盟发起人 来到舞台中央 加油 抽到一二 抽到一二 小跑铸 小跑铸 Let's go 相信我 第一个 我说一不得二 我们绝对是第一个 他们分别是 倒计师联盟发起人 快快 流星花园联盟发起人 李怡洁 FTC 小跑铸联盟发起人 超点 一手真的帅 一席之地联盟发起人 黄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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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音乐DMG联盟发起人 艾热 艾热帅 艾热 现在请五位联盟发起人 进行抽签 确定call out的发起顺序 在你们面前分别有五个数字的球 抽到的数字 就是你们call out的发起顺序 现在请五位联盟发起人 各抽一个球 今天这个就要看你们的手机了 这个真的要看命了 叙叙是 你是第几 你觉得叙是啥 叙的表情 你应该一下 好紧张 大概的应该不是一就是二 现在请依次打开你们抽到的球 艾热 你抽到的数字是 三十四 我想抽最后一个 我想抽最后一个 一 第一个 艾热抽到第一个可以 第一个 好 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最好的情况 但是 顺其自然 对 水来涂烟我觉得 黄旭 你抽到的数字是 二 2 顺着爱热 2 可以 不是吧 完了 这个 对瘦子哥你抽到的是 3 不会吧 Let's go 3 真的 真的 太丑了吧 一排 1 2 3 4 5 PC 所以你抽到的是 我抽到的是4 好的 我们是最后一个 小李 小李 小李完全笑不出来 他们是第五位 他们有点危险 他们只有被动了 等着别人靠 你洗了什么牌啊派克特 真的 我跟你说老牌手真的是 奇了怪了就 老反 真的是完全的反面 给 为啥我要洗那一下 我老老实是拿一个那个 没准就是第一个 对 你说派克是洗牌洗的 我第一他抽个第四音乐 第四 我这个手怎么样 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厉害厉害厉害 我没有什么办法了 真的是 没有办法了 你如果是最后一个 他们 可以打电话扣好你吗 当然可以啊 还可以打电话扣好我们 任何一个人 你觉得爱热会扣好谁 如果是流星花源的话 可是 不一定是爱热出场 对不一定是爱热出场 可是照理来讲 应该是爱热要出去打 因为你等别人扣好 大家一定不想扣爱热 所以这种强的要主动出击 但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这是为了团队 比较稳的一个方式 以我对爱热的了解 他肯定是硬的 他肯定是硬的 我有一个预感 爱热会挑瘦子 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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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这个季 这一季 全是最高的歌手 对吗 不是最高的 这一季是最好的 这一季 还得是我狗哥 根据抽签结果 第一个发起Code的联盟是 周末音乐DMG联盟 请周末音乐DMG联盟 商议完毕后 确定出战成员 通过联盟备战间的电话 告诉你的对手 你要向他发起EVEE的VITAL 再次请注意 被Code的人无权拒绝 现在周末音乐DMG联盟 请打给你的对手 首先我们的战术选择是 倒计时联盟和流星花园 两个联盟剩下了三票 我们作为四条链子的联盟 我们肯定得选择一个链子 少一点的 尽量让一个联盟减少链子吧 至少在这一轮的战术里 所以我就得 对为我们的团队打这第一仗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选我们 就看 没有就看了 就是我了 准备走 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他会Code我们的 他们第一轮会派艾热出来打 因为这种主动Code out 只有比较强的人才能出去 因为我们要是再输一条链子 那两根就 就是根了 就感觉 坐着等着接了 好紧张 因为我们现在链子多 是的 对 所以他们应该是会来强的 老艾的性格 他肯定要选个强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 绑一下链子 因为如果他们输两轮 他跟我聊的歌都是情歌 我们私下聊过 应该是派克特 因为我觉得艾热是喜欢硬碰硬的人 他不是说喜欢去求吻的那么一个人 对 那来 四螺子四马拉脆六六 不希望终梦靠我们 我们不应该是把镖 刚才十一一上来 我们链子少 哇不要靠我们 对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状况 你看每个人脸上 那种笑容 其实是很不自然的 就用一些动作来掩饰 大战将来临之前的那种 喂 最近好吗 哈哈哈哈 好好好那来吧 哈哈哈 直接打吧要不 我先拉拉了一个脚啊 就不这样 好 坏 不掉点 哎呀 不笨不笨不笨说了不笨讨厌死了 不笨不笨不笨说了不笨讨厌死了 他挂掉了 哈哈哈 打错了 你打错了他就是打给他 对 对 对 然后我当时就拉到一半 嗯 在知道可以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试一下这个电话嘛 哈哈哈哈 大家会开一些玩笑嘛 对 所以最后他真是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也以为他在开玩笑 干啥姐 干啥姐就是干啥姐 干啥姐 你好 请问是倒计十联门的 是的 是的 老师们吗 是的 哎 老师你说 你好 派老师 哈哈哈 刚才是 刚才是串线了 有一个人 没有 刚才我们以为拜毛衔呢 好 拜毛衔给我们打电话 唉 好 我要召唤倒计十联盟的派克特老师 好的 找 好的 那行 找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兄弟 找你 好嘞 走 再见 搞 哪个最优秀的 我最想对决的 或者在我心目中我认为最优秀的 就是派克特 巅峰之战 请对决双方 戴上联盟项链前往舞台 进行巅峰对决 我们过了一个了 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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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强对决吗 对 艾热又在给我放鹰雾蛋 没有想到会第一个就派上艾热 但是他挑了派克特的话 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为就是这两个来PK的话 会很好看 真的是他们俩 他们俩打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陈述很有实力的 这轮对决很激烈刺激感 巅峰对决 我看不见 我的天啊 天啊 天啊 我看不见 派克特的 派克特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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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热呢 他出战的场次有两场 胜率百分之百 而且拿下一次MVP 所以他对团队的贡献值有两颗星 而派克特呢 他出战场次有三场 他也是三场都拿下胜率 也拿过一次MVP 他的贡献值有三颗星 这是一场顶尖的对决 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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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哥儿有信心 还有大招 抱歉 艾热得赢你 把我们带着冠军血液的这条链子 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 去帮助卧阵的团队获胜 有实力 赶随便 请拜个登 艾热从实力启程点 走上舞台 我们要玩的吉他 两个强者之间的对抗 艾热 你想扣好我们的派克特的理由是什么 我看了所有我可以扣好的名单 我只看见了派克特 那既然是第一个靠我的 也证明我在艾热心里的位置 我只想跟你说 你跟王以泰选择去做专辑 是最不正确的选择 兄弟在这等着你 好吧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就我听说派克特今天唱的歌里 可能会有我唱过的部分 那这个票算谁的呢 算午夜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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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像我跟刘聪那一年 我唱到那首歌里面有他的声音 结果对上了他 午夜时分是暗热 我知道那首歌 他们一起搞的 我感觉他们两个歌的路数应该差不多 这个节目大家也应该看了挺多年的对吧 对 在我心目中爱热是最强的 那跟艾师傅我们来一场真正酣畅淋漓的比较 赢 赢得通通快乖 输 输得服服气气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组 给后面的人开个好头 好吧 现在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艾热 请派克特下场观战 好 曾经年少轻狂的我 仰天呐喊吧 中文hiphop有版图 我要站在最中间 对 但是我现在 这已经不是我的梦想了 我现在的梦想是 做好我自己的事 在我自己的世界版图里 开疆破土 这也是我希望 可以给你们传递的东西 好 好 未知霓虹 没谈到是假的 是假的 尽管行李上做好了准备 别干涉被打发 前进天窗地落自然的碎碎念 告诫我别贪婪 淡定的措辞不然看着很肤浅 下电话诈欠好好表现 那个词汇语太表演 向你敞开心扉 装在音符表达爱 等待你接受我 伴你左右 享受每分每秒不让她溜走 你像女巫 随风环条平道与我同步 像彼此奔赴 却是保护每段期间 而我给你聆听感受的一切 最痛要念就算终点 也要再问你最后一遍 只请勿你的烛火 就算世界导致灯火烂伤我想如果 只有灵性急欲也早下定决心突破 我刚进水泥铺成包裹封闭住也无法住够 我要靠近你 不是俏皮的跟你套进 我唠你 我的最小的可志愿向你告诫 你了解我的傲气 焦虑你是我的药 帮我持有效益 动认我的调题 绕紧了我被赋予好远的烙印 招进我的心里成为怕的迷 叫我心动别动看看二天大道理 从未耀眼你的笑脸就要 花张的考验 叫人闹好看你用 情人追随你选择的规矩 没心里会飞 绝不被弃 享受迷分每秒不让它流走 一盏离物 随后还挑衅都与我同步 想你自奔赴 全是包裹 每个一切 爱都与你聆听感受的一切 随风有夜 就算终点也要再问你 最后一遍 每秒的话语都讲给你 围绕的话题都愿与你 鬼潮的背影是我恨你 不再畏惧的理由是我有你 每秒的话语都讲给你 围绕的话题都愿与你 鬼潮的背影是我恨你 不再畏惧的理由是我有你 想说迷分每秒不让它流走 小礼物 随后还挑衅都与我同步 想你自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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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一遍的一切 再爱都与你 一定感受的一切 我送给黑帕最大的赞礼 谢谢你 好 优美优扬的旋律 其实这种类型的歌是最爱热的 对 他自己最喜欢的类型 爱热的舞台就是他的演唱 他的现场的所有的 我觉得就是完美真没话讲 就是那首歌其实我们大家都真的很享受 对 我想真的 我觉得这个节目要严禁爱热来参赛 就一般的说唱歌手对这种已经真的打不赢了 我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竞争 只是一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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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请由巅峰财团进行实名制的投票 巅峰财团由110位现场观众和40位哈评人 四位赛事组成员组成 每人一票 全场共计154票 倒计时20秒 投票通道 现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一 投票结束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 结果我们现在暂时先不公布 在两人全部表演完后再揭晓结果 第一场比赛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一个很熟悉的对手 甚至他这首歌的前奏 那首歌的原曲就是和艾尔师傅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首先这是我的乐队叫《坏妈妈乐队》 那今天这首歌也是替很多人发声的一首歌曲 也是希望你们能在咱们今天这个舞台上 让我们留下一个画面 属于中国说唱 属于中国摇滚 属于真正 中国一直在坚持做音乐的人 我们一直有很多话想对很多人说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讲给他好吗 好 来吧 《默期少年》 这首歌想表达的内容也是在替很多年轻人 替很多在工作岗位中遇到过很多麻烦困扰的人 在发生的一些他们的心声我觉得 我觉得俞严的 我正维的 收拾的 还有一个孤立的 是俞严的 我也是俞严的 就是俞严的 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这是俞严的 孩子怎麽這麽笨 Lay 你要把財賣單位當成自己 Lay 是你的領導你不該這麽問 Lay Listen Hey YouB在打我主意 我說的就是你這個老狐狸 別再蒙我騙我和我講你的理 你不知道我的脾氣 但我知道你的底 繼續兩捏三刀 快端好你的水 想讓我尊重你 先掛好你的嘴 我只想要顧被不分什麽大小 不懂就問 別再隻手畫腳 抱歉 尤其的你三高 兄弟命定就是絕不來彎腰 你背後的動作 你所欠的多如果 還有下次有話當我面說 記住故事不報 事後味道 記所故意 務實於人也懂 我的弱點就是急性子 那是世上最大的 自己照照鏡子 Lay 你這辛辣的還是怎麽這麽笨 Lay 你要把財賣單位當成自己 Lay 他是你的領導 你不該這麽滾 你不該這麽滾 停 聽 好 我們接下來從這個地方分開 分開 分開 讓我們留下一個畫面 一會兒當音樂再次響起的時候 讓我們撞在一起 Pogo在一起 感受彼此的能量 You ready 1 2 3 Let's go Lay 你這辛辣的還是怎麽這麽笨 Lay 你要把財賣單位當成自己家 Lay 但是你的領導也不該這麽滾 Lay 停 停 Lay I don't know what I want 當我知道我不想去往的方向 I don't know what I want 當我知道我和你想要的不一樣 I don't know what I want 我依然這路上 像誰有淚眼光 I don't know what I want So you Get away from me Yeah 你的心打的還是怎麽這麽笨 Stay 你要把財賣單位當成自己家 Stay 但是你的領導也不該這麽滾 Stay Stop Listen Let's go 支持壞媽咪樂隊 支持壞媽咪樂隊 墨青少年球 打起來 打起來 不一樣的點 純粹就是看喜歡什麽風格了現在 Big Matt 散動力太強了 Gattle Boys 太過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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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記得有一個畫面是對面有一批人 然後這邊有一批人好像準備了 戰爭的那個 我現在那個 叫什麽 桑子 桑子 都是從那一刻就開始講 好了 現在請由現場觀眾 哈平人 巔峰賽事組組成的巔峰財團 為他們進行投票 支持他就按下他的頭像 喜歡他的舞臺就給他投票 倒計時20秒 投票通道開啟 他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在全部人開了一個死牆 艾弗傑尼從後面全部人衝進來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金屬樂帶給我的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金屬樂帶給我的 是《午夜傷心電台》的演奏嘛 但是他突然就變成了他現在做的這個 他有一種稍微有點小反叛的感覺 投票結束 請我們的艾弱回到舞臺 就是我自己來講我覺得 這兩個表演都是非常非常頂 他們不是在做音樂 他們也是在玩音樂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贏得過他們 對 所以誰贏誰輸 其實沒有辦法預測 也不會覺得太在乎 他們倆都放了這麼好的表演 沒有感覺像是一個競爭 我只是在看兩者的演奏 兩者的演奏 你只需要選擇 給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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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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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那想問一下艾弱 看了派克特的演出後 你評價一下 或者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首先我覺得真的太棒了 我知道這是派克特一直以來 做音樂都喜歡的方向 而且我們一直都溝通這樣的音樂 冰與火之歌吧感覺 對 對 愛熱 兩個字 好聽 再來兩個字 華麗 再來兩個字 走心 再來兩個字 的確吧 冠軍 冠軍就是冠軍 今天我真的特別感動的是 我在台下看到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我在亂戰門時期的隊友 我們從零幾年就開始在西安座說唱 我特別感動看到他 我覺得他應該知道原因 我從小就一個樂隊的夢想 中國不能沒有搖滾樂 當然搖滾樂也可以跟說唱結合得很好 對吧 我想說的是其實搖滾樂和說唱的結合 我也想再把這個風潮看能不能再也給大家展示一下這些元素 以及Rapper也其實該可以去玩一玩樂器之類的東西 其實你也就是可以跟身邊的哥們們三五成群的 你們想玩樂隊就玩起來 而且打開了他們的音樂的維度 不只在說唱這個領域 讓他們聽到更多可能性 根據對戰結果 勝者將直接掠奪敗著一條項鍊 因為他們雖然說不一樣 但是形勢上還是有相同的地方的 都是加入了除了說唱以外其他的元素 都是帶了樂隊的 我感覺十五票之內 首先 我們來公布可好發起人愛熱的票數 請看 大閉幕 我對我的表演是非常滿意的 在那種氛圍下 我們所有人都穿著白色的衣服 搭配那樣的舞美 我認為是一個 讓我自己都覺得挺美輪美奂的一個表演 看到138票的時候心裡咯噹一下 如果我要贏的話 我可能得更高才行 可以 對面一包一包二左右 138 138很高 138 很高了 嗯 那麼接下來公布派克特的票數 因為我們跟他們的思路不一樣 他們的思路是我在台上跟你表演節目 我們把舞台延整到觀眾戲 我們帶領觀眾加入節目 這個其實有勝算 但是不夠精彩 我覺得他那麼一天天 就是 媽是覺得是愛師傅 你覺得是誰 老派 我覺得從煽動性上來說 其實從現場的觸感 老派有可能 我覺得這個很難預測 超級的 不好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不同的風格 但同時都很驚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難 請看 大屏幕 道具是聯盟派克特 他獲得的票數是145票 145票 不多 差不多 恭喜道具師聯盟派克特獲勝 你將奪取 中夢音樂DMG聯盟 一條聯盟項鍊 請拿走屬於你的聯盟項鍊 我們的心情又轉換回來了 剛剛說我們是三條項鍊的時候 那麼請我們的對戰雙方 回到各自的聯盟備戰間 我說實話 剛剛那個1比1 兩個水平都高的 我還以為它會很近 但是 你知不知道 我感覺到 當你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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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暈了 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跟一小伙撞的 我看見你在對邊上擠不過去 來吧 咱們把這個先掛門口 好 可算是咱 現在是思想了 安全一點 來 就像 D&D之前 一直在跟我們講 這個東西 你贏了以後 最多高興15分鐘 對 對 然後你又得開始想一下 那接下來怎麼辦 會不會有人抠我們呢 對 接下來咱們要再 誰去抠 如果誰再抠我們 你又會陷入到那個 遊戲裡面 不好意思了 但是我演得很K 很好很好很好 OK 我也認為我自己演得挺好的 OK 那個更炸了 沒辦法 失去一條鏈子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有點遺憾 我覺得 我覺得兄弟們 我覺得我給兄弟們添加了一些壓力 畢竟這是一個鏈子搶奪戰 內心裡有點遺憾 但是我也知道他們會全力以赴 拿出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還是抱著觀望的心態 想要迫不及待地看到我兄弟們自己的表演 剩下就交給你們了兄弟們 替我扛一把 第二個發起Call Out的聯盟是 一席之地聯盟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亂鬥Call Out的情況統計表 預估一下一席之地聯盟 他們最有可能Call Out的是 重夢音樂聯盟裡的艾熱 倒計時聯盟裡的派克特 可是已經出戰了 現在最有可能選擇的就是 流星花園聯盟的小李 還有小跑豬聯盟的隊長壽子 我覺得黃旭會出戰吧 我覺得肯定是黃旭 黃旭的個性應該也是 會想要挑他認為他心中的強者打 艾弗吉尼忘了就 他們關係不是好嗎 這種才最好看 好 來 先拿電話 Call 他們要想當一席之地 目前這個狀況是沒這個膽量Call我們的 他們可能就半席之地了 大半會Call到小跑豬 小跑豬鏈子多 我覺得大可能 百分之六十 我覺得八十 因為我們項鍊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有人想要拿項鍊 大概有個心理準備的做 可能就是Ztone了這樣子 誰都有可能被Call 他們應該也有自己的一個戰術方式吧 真的打來了 喂 喂 又一手 這裡是美座了 還沒坐 不知道是誰 我是美座 放學後要一起去吃鐵鍋燉嗎 沒問題 等你約我 我是小豬 我想要找一下小春哥哥 好 當你了 喂 喂 小春哥哥 我是一席之地的Vava 我想要Call到你 Vava Vava 好 好 沒問題 這麼乾脆的 好的 大家都加油 舞台上見 拜拜 是Vava嗎 好乾脆 好乾脆 其實也是有預想到應該會Call我 所以其實心態都放得很自然很輕鬆了 這個對手一共說兩個字又好 我在他們兩個中間 站立值是比較弱的那一位 所以我想說我要先出來 然後在人多的情況下先挑一個我覺得我能夠打得過他的那位選手 為我們的一席之地爭得一條鏈子 這是我們的戰術 小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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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一席之地 GO GO 可以 沒問題的 兩個肌肉猛男已經賦予你的能量 一席之地的傳統就是 收集每個隊的鏈子 每個隊的都得有一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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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一席之地拿回一根項鍊 不管對手是誰 想要從小跑出身上拿項鍊 那是不可能的 有實力 趕隨便請一席之地聯盟的 VAVA小跑出聯盟的 小春 KINZ 從實力起成點 走上舞臺 走上舞臺 Viva Viva 為什麼靠KINZE小春呢 因為小跑出有五條鏈子 他們是最多的 然後我們一席之地只有三個人 所以我想要從他們手上拿一根鏈子 跟VAVA一上台 手間變得好淑女 一在下面 唱他們鏈子 當然就是被VAVA能摳到 我覺得這是榮幸 此刻有什麼樣的話想對對方說的呢 還有一點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就是狠話想要對小春哥說 因為頑童是我的前輩 但是今天我有很多話想對台下的觀眾朋友們說 因為很多人說覺得我弱或怎麼樣的 我就一直想去證明自己 但是今天我不再想著去給大家證明自己 而是我想要在這個舞臺上 讓大家看過我現場的人都說VAVA很強 燃起來了 這是不是那首傳說中 劇狠的歌 我覺得今天不管誰贏誰輸 我們站在這個舞臺上 就是挑戰自己 那就贏了 直接把舞臺交給我們的VAVA毛燕姬 請我們的小春Kindy下場觀戰 這首歌呢是運用了康家鼓 展現一個比較抑鬱的感覺 讓大家聽到了之後想要舞動起來 有舞蹈 喔 這種 有舞蹈 哇 嗚 噢 身體遠飢出心發 圖花 壺個舞動流行迷茫 上 etme跳 Around Pv76 乾脆 Come, Come, Gotta Dance Now 攝影師 我心ria allem一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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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多的废话 连接身体的默契 千万看到醉 的起飞就不会落地 换掉影像外里 什么都无法去在意 ok here this wanna fight 你想要是我的逻辑 wanna ride with me 我现在十分生命 你抓不住身 所以因为我不留的痕迹 但你是你的幻想力 我早已经离去 to be young sam don't believe just enjoy now 就快让你失去控制 已经快要让你变得神魂 顶掉 like a baby come come dance now come come dance now come come dance now 身体欲言欲出几方 打开舞动流星迷茫 双脚让他人生临沙 come dance now come dance now come come dance now 戴起手骨跳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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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放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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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住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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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受苦 感情无畏 谢谢我们的BABA毛眼期 带来精彩的表演 穩的 漂亮 娃姐拿出了一个非常成熟 非常专业的舞台 不管是从她的肢体 心体表达 到她的声音 嗓音控制 我觉得都是非常成熟和专业的 她最后跟大家一起互动 去完成她最后阶段副歌的表演 是一个非常有煽动性的演出 大家这个表演里面 你能看到他们想要发展的方向 利用说唱 利用自己智慧的东西 去开发出自己更加强大的部分 她真正成长为一个唱跳歌手 对 你还有 Afrobeat 你还有ROCK 然后你还有ADM 各种类型 我觉得这个已经跳脱一个 rapper的一个范围了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没有那么hiphop 可是它是一个很好看的秀 一个很成熟艺人的表现 而且我一直觉得其实唱跳 它是你在边唱 然后在跳其实是很难的 对 很难的 可是Vava她的那个气息控制 其实都表现得很好 她的脸色表现都很好 现在请由巅峰财团为她投票 倒计时20秒 投票动到现在开启 我投给了Vava 她一直在电子方面 其实有很多融合的 包括这次她其实用了 Moon Baton的这种音乐风格 她的那个古典 其实从一开始 都是能就是一下子抓到人的 让全场的氛围变得很好 今年Vava无论是从她的旋律 她舞台的把控 她的气息 包括她音乐的设计 她音乐的理念 真的是直接提升了一大截 她不光是中国DK女rapper 也是一个很全能的女艺人 Vava在这首歌 在这个舞台表现当中 她是找回了 属于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我觉得找到自己的风格 就是最好的 Vava的实力 17年到现在没有减退过 并不像大众说的那样 身为一个女rapper 能够做到 接近专业歌手的唱跳能力 Vava的实力真的很强 投票结束 现在请Vava、毛衍基和小春、Kenzie 一起交换舞台 我这一次做了一首新歌 叫《不想醒来》 这首歌是在表达 从开始到现在 我一路玩HEPHOP的心路历程 像是《自醒》的一首歌 顺便激励自己嘛 很帅 江江淡淡那首歌 Ohh hur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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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他们总是说我做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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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过了甜味也唱过枯萎 失败过口才能学会误会 就下了泪也算是总是罪 不完美未来也绝对不会 唱过了酸味也唱过鲜味 受伤了结账了又如何 不想中的梦醒来 但这决定不应该 不该被一击败 跌倒之后站起来 不想中的梦醒来 但这决定不应该 人人非语不理睬 再讲过去给点买 他们说没了答应 手指我谁都不是 兄弟们走过着 那座城市直到我肚子 面对问题产生的课题 不过跌倒而已 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 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 学会折三固执 学会了负质关系的经营 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 忽视了多少眼光正在注视着 学会不再后悔中度日 不是每一段成功能够复制 留下不只是首歌留下故事 请容许我再自我介绍一次 这是碗桶小城 但小城不只是碗桶 在冷车赛场 不是每场都能够玩头 我选择从容不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的路 我的路就是跟你们所有的人 一起走 一起打拼 我唱到有点哽咽了 他们总是说我做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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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过了天文也唱过枯萎 失败过口才能学会无为 留下了泪也算是种酥醉 不完美未来也绝对不会 唱过了酸味也唱过鲜味 受伤了结恰了又如何 不想从那梦醒来 但这决定不应该 不该被予以击败 跌倒之后站起来 不想从那梦醒来 但这决定不应该 有人飞于不理睬 再加过去给野蛮 好 其实心情是还蛮活在我那首歌里面 我那时候都在想回忆 对就是这一路走来的那种回忆 就是从我们怎么开始祖团 然后经历了多少事情 然后到我们单飞 所有的事情都就是在那时候 全部砰 爆出來 唱道理 他們說除了大元壽子 我誰都不是 這一句的時候 其實我就開始有點崩不住 因為如果這首歌是 你們可以一起在這的時候 哇 那感覺是多棒 因為畢竟我們認識一輩子了 所以我知道對他來講 就是他一直以來都是不太把 內心脆弱的那些話講出來的人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 在音樂上的突破 或是技術上的那邊突破 它是一種心理狀態的突破 對我來講就是替他感到開心 你沒辦法看他歌詞不然 小春這首歌他就是在訴說 就是可能他一直以來 他選擇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可能跟大眾不一樣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不對 每件事情都是有一體兩面 我覺得並沒有完全的對跟錯 他也講到從以前到現在的經歷 甚至講到他家庭的關係 這些事情你願意講出來 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勇敢的 對 失誤是誰都有可能出現的場景 但是我認為只要他表演的過癮 然後表達了自己 就是一個好的舞台 我們也被他的副歌感染到了 他這次是一首全新的歌 就在這段時間新寫的 這歌的利益也很感動人 如果你是支持頑童 一路看他們這樣成長的 這歌肯定可以感動到人了 這就是他自己的選擇跟挑戰 他也跨出了他的舒適圈了 他的流氛和靈性都很好 但我感覺到 他的訊息很不錯 但他有點勇敢 他看起來不太誠意 你懂得嗎 他也有技巧 他也有技巧 但我感覺到 他已經看起來贏了 所以他在心中或心中 他在戰鬥中 他必須抉擇這挑戰 現在請巔峰財團 為小春Kenzie進行投票 投票通道現在 最好 请 BAVA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想问一下小春哥 是为什么在这个舞台 唱给观众们这样一首歌 因为我可能给大家 既定印象就是那种狠 然后很凶 然后歌词都是那种很凶狠 很江湖的歌 但是其实 因为我觉得Rapper 都有自己内心想讲的话 对 所以我想要在这个舞台 呈现这样的歌给大家 但是刚刚很不幸有一点就是 我们能够感受到 也感受到你的铁汉柔情的一面 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反而那一面让我们享受 在那个舞台上面 我还是要尊重 能够站在巅峰 对决这个舞台上面的所有Rapper 因为他们都充满了爱 现在公布本轮巅峰对决的胜负结果 首先公布Vava的票数 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掉了一条项链 那我们其实挺危险的 就是有一个责任感在身上 千万别输这一场 请看大屏幕 一时之地联盟Vava 121票 接下来公布小春 Kinsey的票数 我知道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 我不是一个很强的Rapper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退缩过 我挑战我自己就是赢的 请看大屏幕 小跑猪联盟小春 Kinsey 92票 恭喜一席之地联盟Vava获胜 你将获得小宝珠联盟一条项链 我们绝对安全 我们现在从最少变最多了 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我自己 安慰一下 再一次把你的掌声尖叫声给我们Vava 和我们小春哥好不好 好 请我们的对战双方回到各自的联盟备战监 你刚刚像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样子 你跟袁哥待会儿 你跟袁哥待会儿 他没有押住他心中的那股症 但我觉得他今天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他做到了面对自己 他写出他真实心中想说的话 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很勇敢 对 我觉得是用勇敢来表现的 他真的是也感动到我 很棒 很棒 真的很棒 你现在都送了一口气 对吗 不是 就是 好害 活在那个歌里面的那个 对 对 对 这样子好 欢迎回来 恭喜 谢谢 谢谢 谢谢靳哥 谢谢靳哥 开心的拿了一条链子回来 就保证了我们这一轮 已经不会被淘汰待定了 你也该赢的 这一轮你该赢的 你该赢的 赢的没毛病了 谢谢你 哇 现在可以躺平了 感觉 我就说你没有压力嘛 但我也想光辉的战斗一次 可以的 根据抽签结果 第三个发起 口奥的联盟是 小跑猪联盟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跑猪联盟 他们昨天自己的问卷是什么天的 瘦子跟小春 都没有表达任何的意见 而且小春刚刚已经出战过 而且输掉了比赛 掉了一个链子 所以这一轮呢 李佳龙 他自己的选择 会是选威尔 黄旭跟 AnserJay 所以这一轮呢 就是要么 Eso Eso上 要么就是李佳龙上 其实佳龙在第一时间就想说 他想打 他很想要表演这首歌 马上来了 马上需要年轻人的那种 Let's go 我觉得要么这种梦 要么就流行花园 对 我也觉得 因为他们剩三根了 OK 就确定是他了 Let's go 小宝珠不会靠我们 他们也没有这个单量 我们都是他们的不稳定因素 对 他们在我们这里找不到稳定 小宝珠会不会把我们这根小儿赢回去 不会 我觉得不会 我们两个队在这样子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 他们肯定会出来挑重梦其中的一个人 他们只需要再打败一个人 那么这个联盟就即将会面临结散的风险 比赛这个战局确实开始对我们有点不利了 我们成为了练子最少的两个联盟之一 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其他联盟的狩猎目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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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